嗨大家好,我是小一致 這一集開箱Beans Plus的這一件 登星絨反折褲 那這一條是日本製的 它定價比較高一點 大家如果有在留意我的發文的話可以知道 其實最近Beans的褲子發的蠻多款 Instagram都賣蠻好的 但是區別 就是其實看照片分不太出來 那我就拍影片,大概簡單的講解一下 那登星絨這一款是Beans Plus的 是日本製的 所以它單價比較高一點 那它的差別是在於說 可以第一個很明顯 可以遠遠看到它這個容物感比較重 那我們帶一進看就可以看到 它這個紋路都比較深 就是導致它這種感覺比較明顯的原因 然後再來的話 這件日本製的布料摸起來比較軟 然後比較厚實 日本製的 好 然後再來的話是 它的版型是比較寬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一直延伸到褲管的部分 都是做著比較寬一點的設計 好 OK 然後一樣 跟其他褲子一樣在右側這邊 有做一個這種軍事封的細節 小口袋 好 然後再來的話這一條褲子 先等我一下喔 可以看到扭扣的部分 這邊是用 比較像扭腳扣材 但其實是塑膠啦 塑膠材質 然後側邊有Beans Plus的Logo 這邊 好 然後其他褲子 然後背面 也比較酥一點 比較日系的穿搭 然後 今年也蠻流行的 那像剪型褲的這種設計 好 那這是這一條 日本製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一下 這是比較粗嗎 好 然後 版型比較寬 這是比較主要的差異 再來的話是看另外一條 也是 Beans Fossil 是Beans支線的 那這一條是比較細的 大家看一下 雖然是不同顏色 但可以看一下細節 它的這個 呃 這個 應該說纖維就是 很明顯的沒有這麼粗嘛 那差異就在這邊 然後底下這邊是沒有反折的 然後材質是稍微比較硬一點點的 然後 再來扭扣的部分 設計也是不一樣的 像這一條是用 這個 鋁扣的 OK 那就大致擺到 那 其實沒有什麼 呃 說穿哪一條比較厲害 還是什麼的 就其實覺得 找到自己適合的版型 是比較重要的 但如果你 你是 可能比較瘦的人 我會建議你調這一條 那如果你想要穿出 寬鬆的感覺 你就調大一個尺寸 那如果你本身喜歡穿寬鬆的 然後 對於材質 還有預算上比較 OK的 你就調這一條 好啊 設計也是不太一樣 所以可以再從照片上去做 區別 那 大致上是這樣 如果還有其他細部的事情 我沒有講到的 你再透過客服聯繫我 掰掰